你这家伙当我晒太阳了 小心 我不就位 其次我在这儿是我的命 怪你屁事 敢在我的领头擦野 多腻了 看我不收拾你 就你 毛都没长齐敢跟我叫板 你脑子没病吧 你神经病吧 居然把我的金刚反射了你 谁叫你臭嘴巴 活该 这辣椒咋长这么弯了 都来上面那个火眼望 怪我 我什么都没干啊 就是你弄伤了我的金刚 害我吃不到营养 豆腐渣工程 路又烂又窄 兄弟们 换赛道 我还见不到太阳 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辣椒蜘蛛本来就矮 金刚离地面这么近 空间有限 我长着长着就碰到地面 只能弯着长咯 敢跟我抢自愿 变弯都便宜你了 唉 这生长条件不好 辣椒居然也会变弯 卖相差 拿去喂猪 不能吃啊 这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平时累了就爱嚼一颗基地神 特别有用 再说 冰狼可是纯天然之物 比香烟什么的健康多了 你觉得精神是因为冰狼里含有的生物碱 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精神紧张 提神醒脑 感到兴奋和满足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不让吃啊 这样的兴奋和满足 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生物碱会让你上瘾 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它 而且取决冰狼会损伤口腔粘膜 经常吃冰狼也会容易导致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嘛 过两天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远远不止这样啊 冰狼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致癌物清单列为一类致癌物 而且在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销售 你难道想以后把脸割掉来报命吗 我不要灯癌症 我不要割脸 我再也不吃冰狼了 要死了要死了 人家不是故意的 这是怎么了 海胆刺了我 我可能马上要毒发身亡了 就这 让我来 你在干嘛 我是在帮你 别看我们海胆那么多次 实际上我们的次是由碳酸钙作成的 其基本成分与鸡蛋壳相似 首哥 这次真的是故意的 使我的次实在太脆了 那他呢 干嘛打我 我们的刺是能够被人体吸收的 如果能把刺入皮肤内的刺揉碎的话 人体吸收速度会更快 你也能够快点好了 王子 请拍刺 别走呀 加油 加油 不错哦 果实各个饱满 可以买个好价钱 一年到头都在忙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不用买力吸收营养了 醒醒 别睡了 葡萄采收后 树脊可是最虚弱的时候 你可得先做好月子才行啊 笑话 还没听说过葡萄树做月子的 要做也是你做 一孕上三年 不会是真的吧 这树这么都不知道保养自己 你消耗了这么多养分 吃点月子肥 保养养收体啊 哎呀 你怎么那么骆驼 这果实都没了 用不着补营养了 你这月子没做好 要落下月子病的 抗病能力也会下降的 来年会影响开花结果的 你别管我了 都说了不做月子了 你这树 怎么那么糊涂呢 行行行 看你明年咋办 能不能加点油啊 这营养都不够塞牙缝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以前挺厉害的 现在我加油了也使不上力啊 这可咋办呀 之前就告诉过你 采收后要及时补充月子肥 这下傻了吧 啊 怎么了兄弟 脸色怎么这么白 是不是病了 没有啊 哥生来就这样 你看我 这健美的身材 光滑的皮肤 简直帅的发光啊 给 赶紧把浓潭洗了 看起来病痒痒的 别听大家说 这白霜可不是浓潭 这是自然生长的果粉 白霜 果粉 咋回事 这层白霜 是由蓝莓生长过程中 自行分泌的果糖 凝结而成 对人体是无害的 它不光可以保护蓝莓 还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 对于势力保护 也很有帮助呢 可我看起来 没有它光鲜亮丽啊 你可不能妄自菲薄 有白霜 证明你是更新鲜的 这层白霜 可以减少湿水的速度 避免蓝莓变质 这样的 放不了几天就得烂掉 好好清洗就吃 你不怕拉肚子 吃多少拿多少 吃的时候 只要简单的冲洗掉 表面灰尘就行了 什么洗洁精啊 食盐浸泡法 都不用 营养物质都整没了 那还不如吃黄瓜算了 学到了 挑选蓝莓的时候 一定要选 我们这种白霜多的 光滑白净的 可不能要 老弟 别转了行魔 头都被你转晕了 爱的魔力转圈圈 我可不是瞎转 我是在帮你长得 更粗更壮啊 隔行如隔山 你放弃吧 还没听说过鱼能帮稻子 长壮实的 我在水里游 能让你们产生触摸刺激 你的植物激素 赤霉素水平就会下降 这样就能改变你们的外形 让你们的筋肝变得更粗壮 还能多长心芽 多结碎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才不信 有这等好事啊 小鱼小鱼 快来我这里 没你我一样能长得很好 我走我走 好心当成驴肝肺 以后谁也看不上你 我怎么又瘦又没什么稻子啊 这可咋办 之前就告诉过你 我能帮你长壮实 你看人家长得多好 这下傻了吧 看我这茂盛的秀发 简直是果园中最亮的宰呢 自恋什么呢 光掌之夜不结果 有什么用啊 你别胡说 你看这一堆硕大的柚子 这可是我今年的贡献 我是果园的功臣 别想躺在功劳铺上混吃灯子 你们柚子树 必须在冬季好好修剪之夜才行 为什么 我吃饭夜貌不好吗 这显得我健康啊 圆艺剪刀 你们这些树叶很多都是零空降 只吃营养不干事的 只有裁员把它们减掉 才能更好调节树体营养 恢复树势 以便来年结出更多果子 玛丽点 我托尼老师可是很忙的 哼 病 虫 褲枝 我捡 你们抱在一起干什么 相互影响 我捡 长这么长 浪费营养 我捡 我变土了 也变强了 可是我帅气的形象也没了 这样就顺眼多了 来年肯定又是大丰收 让我发现你了 小蟑螂 我要把你狠狠地抓住 说 有同伙没有 为什么抓我 我又没有得罪你 我可是正义的白鹅高脚猪 江湖人称蟑螂可行 我最深处黑暗夜里行动 让我心下光明 你只要吃光害虫 咱都是夜里活动 酸半壳老乡呢 放了我呗 少跟我套近乎 正邪不两立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还活着 我心想好弱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已经中了我的毒 不过毒性不大 一时半会儿 你还嘎不了 我毒毒了 我要死了 有长狼啊 你别担心 它是我的猎物 已经被我抓住了 有蟑螂和蜘蛛啊 你别叫了 我帮你抓住了蟑螂 还不快谢我 虫子没什么好东西 我可是一虫 听说过白鹅高脚猪吗 你是白鹅高脚猪吗 听说有毒呢 你不会害我吧 放心 我的毒性很小 蟑螂都杀不死 对人类更没有伤害了 不过蟑螂蜘蛛我都不爱 再不走 小心我拍你 真是好心没好报啊 回去我就通知我们家族 再也不来你们家 帮你抓蟑螂了 全都是自来水 嘴巴都快淡出鸟了 这是啥 我也尝尝 不行啊 这是白糖 你不能吃的 要的就是糖 咱们花卉自然生长时 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糖分 被摘下来后 自来水的糖分不够 再不补充 我都要饿得前胸天后背了 你爱喝糖 咱也爱喝糖 兄弟们 上 哪个孙子在搞我 糖分多了导致细菌滋生 更妨碍你吸收 你好几块钱一只 不会死掉吧 呸 死个锤子 滴点八四消毒液就好了 八四具有强氧化性 能杀死细菌 从而减少水质污染 延长 生命 好好好 马上滴 八四加白糖 又能提供营养 又能抑制细菌生长 再也不用担心 两天就蔫了 老兄 你搞什么 居然卖假咖啡 我没有 你乱造谣 那为啥我越喝越困呢 困是因为你们人体内 有腺肝和腺肝收体 他俩只要结合 你们就会产生困 收体妹妹 腺肝哥哥 但是 我还有的咖啡因 跟腺肝长得很像 咖啡因取代了腺肝 你们就睡不着了 变 宝贝 我来了 腺肝哥哥 但咖啡你喝太晚了 咖啡因进入你体内的时间也晚 这时腺肝和腺肝受体 已经锁定了 咖啡因 也就失去作用 你个老六 下次早一点喝咖啡啊 好 你这一天两杯咖啡 身体已经产生耐受性了 大脑里的核肝受体会减少 以前喝一杯 清醒一天 现在可能得一桶才有用 宝贝宝贝 你别跑啊 你烦不烦 你真的 还带那么多兄弟 原来是我 咖啡喝得晚 身体又对咖啡因产生耐受性 才越喝越困的 那我现在特别困 怎么办啊 拉末的驴都不会抽自己两鞭子 这都十点了 还加班买咖啡 让自己打起精神啊 我就一打工人 我能咋办 教练 哦